别开枪 别开枪 都别开枪 这小鬼子还没发现咱们呢 太狗 鬼子没发现咱们 先躲起来 别出事 大哥 鬼子在山坡那边 咱咋办 能怎么办 先躲着 等打完仗咱再拿回去 可是这么老躲着也不是个事 那也不能这么冒险 对啊 老三 咱们现在啊 被鬼子包围了 躲还来不及呢 还找事 再说了 咱也犯不着 再为吴天儿这个混蛋卖命了 吴天只代表他个人 173团可是咱中共的军队 173团也都没了 对咱们有好处 不管过去什么恩怨 但在民族大义面前 我们都应该同仇敌忾 一直对外 而不是坐在一边看笑话 况且 皮质不存毛和烟腹 就算我们能躲过一时 173团要是没了 鬼子腾出手来 咱三年还能在吗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 这点道理我都懂 我去 他否刺到一边 二十五手 舍不定 二十五手 二十三手 三十五手 大乎 二十四手 二十四手 二十五手 四十四手 二十四手 一十五手 すか 三十五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来处来打 孩子 你给我打 弟兄们 我恨什么不小鬼子 小鬼子 我一遍 大哥 鬼子咋不打了 肯定在做进攻我们的部署啊 我们的火力鬼子非常的清楚 再耗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不是撤呀 撤 往哪撤 向北边撤 北边不是都小鬼子吗 大哥 是这样 鬼子的兵力全都用来进攻了 后方一定是空虚的 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 我们可以迂回王庄李庄 反复邀气三团 好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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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开上去不像是国民党的奔贵金 是巴陆的游击队 我们接不接 巴陆 不 不 我去运回金大交集团的煎火 大大 明明不得就收在这里 不要去追 你占了 我去运回吧 你还要挖 有什么 在网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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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 我不 returns 老师 老师 走这边 走 天哥 快点上去 干点烫 别冲动 金索啊 这是什么地方 是应该到了小庄地界了 老太 都转满天来 人都转迷糊了 到底能不能出去 继续完美走 走小庄 娘的 这小鬼子真多 我们是吊鬼子窝里来了 对面就是小庄 是啊 可是我们过不去啊 这小鬼子把守得太严了 陈哥 看来这鬼子官不小啊 你作用什么呢 我们走 老大 怎么样 情况不是太好 现在东西南北都是鬼子 那我们真的没有退路啊 也不是没有退路 前面就是小庄 咱们只要穿过了小庄 翻过一道山就安全了 但是小庄里边有日本人 咱们很难走过去 老三 你这不是白说吗 我的意思是 趁着天黑 咱们也许能够安全地过去 我们现在 就好像孙悟空 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日本人完全没方便 只要动作快 咱们行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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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是国君 是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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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于小胆 就住在小庄 你这么晚了 不在家待着 出来干什么来了 那鬼子把庄子占了 我 我害怕呀 我就跑出来了 这村里有多少鬼子啊 好多呢 都是当官的 我们要过小庄 你能带路吗 那那那可不行 我 我害怕呀 我 哎哎哎 哥哥哥 爷爷爷 去去去去去 你把你那刀 拿拿拿拿 去去去去 拿远点去去 小子 你不是挺胆大的吗 咋 怂了呢 你把那刹 刹住刀架 架人脖子上 再大胆的夜 夜夜人下怂了 哎 眼镜 说啥呢 嗯 啥也没说 哎 小子今儿怎么了这是 哎 三哥 心有气无水 小哥 同意带路了 说完废话了 哎呀 我的 说完了 黑子今儿 抓个活活过来 好嘞 左腾先生 支那的173团已被我连队包抄了后路 这次他们跑不了了 173团在什么位置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哼 よし 支那人想救173团 但不敢冒险 称何我义 我命令 明天佛小进宫 给我消灭173团 哎 监睛大叔 闭嘴 闭嘴 你他娘闭嘴 听见没有 周大哥 这东庸话咱听不懂 交给你了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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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爷 其实开始了 其实开始了 你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想起来了 你一个队 可以回来 村子里住着鬼子指挥部 只有一个警卫小队负责警卫 好啊 好机会啊 大哥 咱们现在主要认为撤退 打鬼子 那不是找事吗 怎么撤退啊 不是趁你把鬼子的老婆给端了 咱们怎么撤 既不可事 那 那个熊 送上门都马上还等着啊 干 干 干 你问他 警卫小队有多少人 警卫有多少人 警卫有多少人 二十来个人 二十多个 好啊 跟他们干 行 谁愿意跟我去 我去 我去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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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三 三哥 我 我也去 行 大叔 走 把他也带着 小胆 你带路 把我们带进村子你就没事了 我们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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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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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带着 你带着 我去 我去 小子 小子 我不要想 thousand 那是那你们强给我 起来号 外号还能叫错啊 我跟你说 全都要有名人 余小胆这小胆 他胆子一点都不小 啊 大半夜敢从鬼的底 眼皮底的头来 比你胆大多了 呃 你少说两句吧 是 是 你不天天也那么难 那是 万倍点 三哥 干吧 什么事 全东西 三哥 太精神了 警卫队住在全域 院门口有两个名声 院里还有四个警卫 你干嘛 合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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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 弄过他 你废了 我去回牧林把这点收拾 遭到突然袭击 他们只有十几个人 马上 给我离什么 快 快 快 大傅 快 他出不去了 想办法 冲出去 老子给他们拼了 哪里的你凶 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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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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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 我还要 我们立大工了 怎么回事 这次可真的立大工了 我们袭击了鬼子联队指挥部 这一定是个联队长 这回可是赚了 鬼子失去了指挥 山田联队成了阵眼瞎 要第三团估计没事了 太好了 撤 是 快 走 你们看 我们的前方只有鬼子两个小队的兵力 他们之间相距一公里 这个口子足够我们拖出去 这么说我们已经逃出日本的包围圈了 对 我们活了 大哥 小鬼子追上来了 大哥 你赶紧走吧 我留下来负责阻击一下敌人 不行 要走一起走 大哥 弟兄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肯定跑不过小鬼子 你赶紧走吧 不行 就别磨叽了 这三连不能没有你 走吧 好 走 林大哥 你多保重 我们在前面等你 赶紧跟上队伍 三哥 我们俩和你留下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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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撤 快撤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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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了 彤总 彤总你看 你看 怎么敌人这炮啊 都没了 彤总 啊 鬼子撤了 يل天啊 这他 tazz什么仗啊 彤总 彤总 你看 习佳 不要开枪 我是江崇弈 我们是三连的 唐总 三连 还是我们的三连罪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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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发生车了 走 快点 快点 这些地形很熟悉 带着他赶紧走 我掩护你们 走 赛哥 你先走 我也 你先走 这是命令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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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三哥 你说还怂不怂 眼镜 啥时候说这些 你不怂 你是条好汉 快走 走 走 好啊 三个掩护你 走啊 走 快点 走走 三个三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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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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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三个的兄弟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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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不可能吧 就凭你们 也能消灭鬼子暂趋指挥部 瞎他吗 狂暴战功 这可是叫军阀处置的 团长 我姜冲义还没那么下见 杉总 已经查清楚了 说鬼子在小庄的指挥部 被一支无名的部队消灭了 所以鬼子被迫撤退了 还真是你们 吧 团长 林大哥还没回来 快快人救他们 不然来不及了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鬼子的房区 谁敢去啊 我去 三か弟友跟我走 站住 别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动 不许动 追法从事 林大哥 你可醒过来了 我躺了几天了 三天了 其他受伤的兄弟呢 没有了 三连没有受伤的兄弟 没有受伤 怎么可能没有受伤的兄弟呢 回来的都没有受伤 你别动 你的伤刚收口 我不能躺在这儿 我得去看看兄弟们 三哥 那我扶你去 我以为给我拿来 我以为我摆入 Musik 我以为你会不会相信我 我以为你不听死我 他是我给你 我以为你无 Że说 我以为你能够 像是说 我以为你不听死我 我以为你不听死我 就这些东西了 人吓到我吗 昨天办的 本来这些东西 要一起放在棺材里的 但是那个余小胆不让 他说他要替眼镜 他人呢 连长 我不走了 我要替松乐丹当兵 你会干啥 啥都不会 我就知道 他是为了救咱俩才死的 过来 连长 给你三天的时间 把他学会了 学会了就留下 学不会回家 那我要是学会了 就能留下 你们等着 那这个兄 报上吗 懒贝点的 我给忘了 他跟我说过 他这村里就是吹骨手 他是在送眼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团总 上面马上就要派人下来调查丢失阵地的责任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是参谋长 你说该怎么办呢 可是团总 这个事情不是我负责呀 你不愧是参谋长啊 等着调查组来了 我就说这是参谋长的建议 还有你 李宗盛 关山公 你们不听命令 不听指挥 擅自撤离 丢失阵地 你们和我一起上军事法令 二哥 他们什么东西啊 他们不把他碰到眼里 二讲七个人都给你 干什么干什么 造反你们 大哥平时对你不错 你们给心里有数 少扯他 吴廷今天不给个说法 老子不干了 黑子 你少耍狠儿 再胡说 我关你紧闭 你以为爷们是吓他的 弟兄们 这事不能就那么算了 走 找回天平里去 老子 怎么回来 老子 你可来了 这帮家伙想造反 谁要造反啊 我们要的是个说法 大哥呢 去担步了 三哥 这一仗咱们打得太苦了 我那个眼镜他们 还有些弟兄失手都找不回来 我们都回来三天了 天天是窝头闲赛 吴天那个烂尾点子 他连个屁都不会放 我们不服啊 这也太不公平了 这大哥既然去团部了 我相信是讨说法去了 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对对对 老三说得对 都听大哥的 说不定团部啊 这回真给咱们奖赏呢 吴天的王不大 能对咱这么好 弟兄们 我想问大家一句 我们为什么打仗 是为了吴天吗 那些牺牲的战士为什么而死 也是为了吴天吗 不是 都不是 我们是为了抗人打鬼子 把鬼子赶回老家去 吴天拿我们当炮灰使 这谁都能看得出来 可我们是军人 打仗就会有牺牲 就算没有他吴天 我们一样要跟鬼子听 大伙说是不是 说的也是 大家伙都别着急了 什么事儿 等大哥回来就清楚了 森哥 咱就听你的了 你就不信 他吴天敢不闻不问 团总 您别着急 我们这不是在想办法呢 想什么呀想 查去查怕什么呀 别的团跑得比咱们团还快呢 就算是上了军事法庭 我关山河什么也不怕 要不是三连误打误撞 袭击了鬼子指挥部 连他司令部都跑不了 行了 上面听见了吗 团总 我们 还得在三连身上做文章啊 怎么做 大张旗鼓地给他树立典型 为三连请功 请功 把江崇医给我叫进来 是 兄弟们 刚才的事呢 我听说了 我不怪你们 这前两天的战斗呢 别说你们了 就是我心里也窝着火 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轻视咱们 把咱们当炮灰啊 兄弟们想讨个说法的心情我理解 我跟你们说 我就是想替你们讨回一个公道了 明天呢 司令长官 要亲自给我们三连颁发紧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已经不是散兵游泳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173团 三赢三连的战士 另外 司令长官 还给我们每个人 颁发十块献大洋 怎么了 怎么了 不高兴啊 大哥 这就算完了 就这么放过吴天了 老三 你这性子得改改啊 这面锦旗是吴天向司令部申请的 你没看出来啊 这里边有别的文章 什么文章 死了这么多的兄弟要这面锦旗干什么用啊 只要吴天在咱们就没好日子过 我觉得咱们还是离开吧 离开这儿了 我们在吴天手底下受了多少气 受了多少白眼啊 我们现在是正正规规的国民革命军了 可你偏要走 老三 不是我说你 吴天是个坏人 可不是所有的长官都是这么坏的 也有好的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就会有好结果的 我 行了 你什么都甭说了 明天早上一起 跟大家伙参加授旗议事 哎 林大哥 你跑到哪儿去了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周军啊都批评我了 你怎么不说话啊 没有 没什么不开心的 能和我说说吗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三连的人 三连的人 我们这三连养得起卫生园吗 我是冲着三连才留下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孟元 我就是随便说说我没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那好吧 你要吃点什么 有酒吗 我想喝酒 按规矩 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喝酒 是 那 那没事了 你忙去吧 我 我一个人歇会儿 好 忙去吧 哎 冯月 正吵你呢 哎 你看 二哥你给你买的点心 拿着 咋了 哎呦 不娘的 谁欺负你了 又是三哥吧 就死了这份心吧 人家心里想的是 二哥 你说是 啊 哦 哎 我告诉你啊 哎 你又没看着我二哥 听到 我不爱听那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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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什么 喝门酒啊 周大哥 坐 这个时候 你不该喝酒 是孟月儿偷偷把酒锅带下来的 这是什么 阵亡名单 全团伤亡一百多人 三个人就占了三成 当初从韭菜城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共是一百二十八个人 以为能过上好日子 有十七个人没出来 这好不容易投奔了国军 也有几十个兄弟当了炮灰 能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他们也能瞑目了 可是我这心里边堵不脱啊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那哥为什么要跟着吴天干 为什么 在你大哥眼里 吴天不仅仅是个团长 他更代表了政府 不管这个政府对他做了什么 他都会承受 所以 名分对他来说很重要 比你想的要重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就是这个道理 就好比我们在这儿和日本人打仗 我们不论出身 不论以前做过什么 都能团结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民在 也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还有 你想过没有 这面锦细 可不止他说的国军名分那么简单 我不明白啊 你能说到再明白点吗 我们原来是什么 我们是被人瞧不起的汉奸脸 我们为什么上战场 就是要让吴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汉奸脸 弟兄们打得很苦 把命丢在战场上 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有一天我们不再是汉奸脸 能打硬仗 打别人不敢想的硬仗死上的干死脸 就从这个 那些弟兄们没白死 他们死得直 是 吴天是有私心 处处给我们穿小鞋 还把我们当炮灰 可也正是因为他 我们不再是汉奸脸了 你明白吗 明白了 你明白了